大家好,我是小编 让医生来教你这几个好习惯 将你的甘油三脂从6.2降至1.6 降低脑中风的风险 高血脂现在慢慢受到人们的重视 因为人们发现年龄增长虽然是高血脂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由于现在生活方式的影响 很多年轻人也患上了高血脂 这也就是说高血脂不仅是老年人的隐形杀手 同时也危害了许多年轻人的心脑血管健康 在临床上有许多患者明明年纪不大 但饱受高血脂的折磨 甚至有些患者出现了动脉中央硬化的病变 这对于他本人的生活以及心理状态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么只要你做出了这三要三不要的生活习惯 就可以降低你的甘油山脂了 来跟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吧 三不要 一不要觉得高血脂只是胖 在意识上轻视他 我们不要只是觉得胖而已 因为胖也会影响我们的血脂的 高血脂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损害 一定要总视 二不要忽视饮食对血脂的重要性 以现代社会的饮食习惯来说 饮食习惯也是导致高血脂患者人数不断增加的主因之一 简单的理解就是脂肪热量过高 身体无法代谢就逐渐增加了高血脂的风险 高血脂患者已经是属于代谢功能异常的人群了 所以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 千万不要放肆地吃高油脂高糖等高热量的食物 否则会让你的病情更加严重 三就是不要继续保持不良生活习惯 除了饮食对我们的血脂有所影响以外 日常的一罐 揉吸烟喝酒也是对我们的血脂影响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个患者在患病之前几乎每天保持的一天一包烟的习惯还经常饮酒 但是患病后他听家人的劝告逐渐减少每天吸烟的量 出门应酬也能少喝就少喝 这就可以帮助他很好的控制血脂了 在这里小编要提醒大家 不止吸烟喝酒 熬夜以及长期保持精神高度紧张 对血脂调控也是非常不利的 大家在调理期间一定要保持心情获达 以及良好的睡眠状态 才可以对高血脂起到控制的效果 那么三要是什么呢 一、要制定合理的饮食结构 关于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基础慢性疾病 国家相关机构已经发布相关的防止指南 不仅是对于治疗的指导 还包含了对患者生活中的建议 大家可以从这个饮食指南来规划自己的饮食方式 尽可能的减少每日摄入脂肪肿量 每日烹调油也基本不超过30克 同时每日摄入的碳水和合物 基本上占总能量的50%至65% 而且占碳水的摄入上尽量选择了全谷物为主 同时也增加了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摄入 从这个饮食的改变让它可以更好的控制血脂 二就是保持一定的运动习惯 人的代谢与运动量是分不开的 如果维持平衡 对健康是有益的 如果摄入的过多而消化不够 就会导致代谢功能异常而出现身体指标异常 这位患者由于工作繁忙运求多 因此很少有机会运动 当他忙完了就想要躺着好好的休息 但是他在生病后也意识到健康对他的人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他制定了每周的运动计划 每晚几乎都要去夜跑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他会选择散步半个小时来完成今天的运动量 慢慢的他的血脂水平降下来了 啤酒度也小了许多 三就是要遵从专业的医疗建议 该服药的时候要服药 高血脂作为疾病来说 有的情况刚靠我们自我生活方式干预是不够的 如果血脂太高 普通的生活和饮食也很难跟上疾病的进展速度 因此在一开始血脂调理时 大家可以选择用一些降脂药物进行配合调理血脂 等到血脂水平降到高风险指标以下后 再遵从医生的嘱咐慢慢停药 这就是血脂调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三补药和这三药 一定要尽量的制定好合理的饮食结构 要保持运动 要遵从医疗建议 服药的时候一定要服药 不要擅自停止药物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